废柴逆袭 黄明天下 蝎子 在大阎王朝有一个家喻户晓的废柴 灵溪 她是灵家的嫡小姐 却因天生无灵根 被视为废柴垃圾 更因长相出众 性格直爽 被人称作花痴无耻 嚣张跋扈 灵溪自小受近欺凌和羞辱 直到某天 一场意外让她灵魂穿越 从此命运改变 展开了一段废柴逆袭的传奇故事 第一章 废柴重生 一场意外的雷集 让灵溪的灵魂穿越到了现代的一名天才女特工的身上 现代的灵溪智慧过人 身手敏捷 对各种高科技和武器辽弱指掌 重生回到古代后 她不再是那个受近欺凌的废柴 而是一个智勇双拳 身怀绝技的强者 第二章 神龙在手 重生后的灵溪 发现自己居然拥有了一条神龙护身 这条神龙是她在现代执行任务时得到的神秘鼓物 随着她的灵魂一同穿越而来 神龙拥有强大的力量 能够帮助灵溪战胜一切敌人 灵溪利用神龙的力量 迅速提升自己的修为 从一个废柴变成了一个实力强大的修炼者 第三章 出路锋芒 灵溪重生后 第一件事便是报复那些曾经欺凌过她的人 她先是用计谋将灵家的二小姐 一直是她为眼中钉的灵血羞辱一番 让她在众人面前颜面扫地 接着 她又设计让那些曾经嘲笑她的族人纷纷自食其果 灵溪的改变让整个灵家未知震惊 开始重新审视这个一直被忽视的敌小姐 第四章 美男清新 在灵溪的复仇过程中 她遇到了一位风度翩翩的年轻男子 莫涵 她是大阎王朝著名的天才少年 拥有强大的实力和无数的追随者 莫涵被灵溪的聪明才智和勇气所吸引 开始对她产生浓厚的兴趣 两人从相互试探到逐渐合作 成为了并肩作战的伙伴 第五章 神物收集 灵溪在莫涵的帮助下 开始了收集各种神物的旅程 她凭借过人的智慧和神龙的力量 成功获得了多件珍贵的神器 这些神器不仅提升了她的实力 还让她在修炼界生命大造 灵溪逐渐成为了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存在 昔日的废柴变成了人人敬畏的强者 第六章 阴谋重重 随着灵溪的生命却起 她也成为了众多敌人的眼中钉 各种阴谋接踵而至 灵溪凭借着智慧和勇气 一一破解 然而 她发现这些阴谋背后 竟然有一个强大的势力在操控 这个势力正是大阎王朝的皇族 他们不仅想要夺取灵溪的神物 还想要彻底消灭它 第七章 决战皇族 灵溪和莫涵决定联手 对抗皇族的阴谋 他们集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强者 开始了对皇族的反击 经过多次艰难的战斗 灵溪终于击败了皇族的强大势力 夺回了自己的自由和尊严 她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废柴也能逆袭 成就辉煌 第八章 王者归来 灵溪击败皇族后 成为了大阎王朝的传奇人物 她的名字被世人传送 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偶像 灵溪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还用自己的力量保护了无数无辜的百姓 她和莫涵一起 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成为了大阎王朝的守护者 结语 这是一个废柴逆袭的故事 灵溪从一个被人嘲笑和欺凌的废才 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勇气 最终成就了辉煌的未来 她用实际行动告诉世人 无论出生如何 只要有梦想和坚定的意志 就能改变命运 创造奇迹 灵溪的传奇 将永远在大阎王朝流传下去 激励着无数后来者勇敢追梦 我倒给你了吗 感谢观看